你可以摸久一點去感受一下 那個觸感嗎 真大好奇的雙眼 小朋友們忍不住伸手摸摸蛇的背 也有小男孩膽子大 一把抱住蛇 讓家長拍個過癮 牠具有長長的翅膀 我再翻一次給你看 對比兩隻不同大小的竹節蟲 視覺觸覺都能體驗 帶領孩子們一步步認識大自然 那些蝴蝶有紫色的 我喜歡那個紫色的 我剛才摸一下真的 不想吃 課本上看不見摸不著的各種動物 在嘉義大學昆蟲館都能試試看 在這還有一處隱藏版祕境 近距離的環繞步道 彷彿與蝴蝶公武 隱身在嘉義大學裡面的家大昆蟲館 最著名的是記者身後這一座彩別柱 由一千兩百多隻的蝴蝶標本 以旋轉而上的方式呈現在大家目前 一整片落地窗 數不清的綠色植物 聽著潺潺流水聲 宛如新加坡濱海灣花園的眉景 這座溫室蝴蝶花園 不只小朋友只回票價 更是爸媽的打卡熱點 大溫室園區的話 目前主要會以蝴蝶的富裕 來做跟大家做介紹蝴蝶的生態 小朋友覺得可以來 又可以一個市區的主題 來又可以媽媽可以看一下 要是想更貼近大自然一點 在國境之南墾丁 還有這一整座大草原 一想到墾丁就會想到龍盤公園 這裡不只有開闊的海洋景色 還有一整片的大草原 不過其實再往外走個幾分鐘 就會抵達一處秘境 有台版紐西蘭之稱 如果從龍盤公園步行 大約15分鐘 開車只要5分鐘 在台26星這頭 就會看見一整條白色柵欄 入口很隱秘 不過只要看見房莊護欄 就能抵達秘密仙境 很多的MV 像那個五月天的那個戀愛IMG 宅宅跟那個Ella拍的那部電影 也是在這邊拍的 空曠吧 然後白色欄杆這樣 綠的會比較好看 你知道說這邊很像什麼 紐西蘭的感覺 濃濃的紐西蘭草原風情 還以為來到了 Windows電腦桌布的真實場景 以前這裡還有馬 馬 羊 牛 都有 現在好像 好像國家公園不給用 百年前 曾是農地 漸漸轉種植木草 到了冬天 雪花庫大草原 變成枯黃的大地色系 瀟澀之洲 仍讓和藍天白雲連成一色 展現遼闊無垠的純淨風景